上期说到 我们来到国际一线大都市武汉 带你揭秘巨老贵的一美一气制作的工序 并且还吃巨资 让小姐妹多多在工厂内部体验 没有中间商钻叉价的国产光子嫩肤 奇致CC光 十天之后收到它的反馈 痘印减少 肤色变量 油光也减弱 今天我们来康康另一位混肝敏感肌的迷迷 能给这次体验打几分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体验官 迷迷 这个奇致CC光 我们今天要体验的这个项目有什么期待吗 我刚刚看到外面它有在做那个游戏 就是连那个鸩唇蛋的那个蛋壳都能给它打白 我觉得你的这些应该 反正我也挺期待的 对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那咱们去卸妆吧 我们开始皮肤检测 还好 还好 有一点点的斑点 黑眼圈 黑眼圈有一点点敏感度 对 有一点点敏感 就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可能平时摩擦比较多 这个毛孔 全国人民都知道我毛孔 都知道 让你选三个部位做的话你也会选 我想做脸脖子 还有手背 这个不会痛吧 不痛 这个非常舒服 一看你刚刚就没好好听课 人家最大的宣传卖点就是无痛 刚好可以体验一下 然后痛不痛 您待会就可以知道是不是 我会给您做两个波片 640纳米 针对您的抗摔生成 还可以给您用一个560 560 560转身 可以美白 可以做血管 要先涂一个凝胶 防止烫伤 你的脸好小啊 皮肤状态还是挺好 对啊 皮肤状态也很好 根本就没有说毛孔很多的样子 很多 自从我做的时候就觉得毛孔越来越舒服 而且我发现大多数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 几乎被那个 撑开了 撑开了 对 咱们这个做一个人大概是需要多久 25到30分钟 还真的挺久的 这里有一个15x15的一个示威器 然后所以我们就会打得比较精细 比如说针对于我们的眼周这里块 或者是额头 因为像这样贴上去的话是非常平整的 包括鼻液它打得都很精准 还有这种小圆形的 针对于一些色斑或者是一些血管的地方 我们可以用这个11毫米的小圆形的 适配器可以打 那么它这样的话会更精准 而且很安全 这里面就是不同颜色的 对 不同功效的 它的皮肤的话还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那六四里的话我会先给它做一个深层的胖栓 我给你感受一下 火 舒服吗 疼吗 就是有点炸人 这个被炸痛 对不对 是吧 看来我们就算是比较敏感的不太耐痛的体质 也没有觉得痛 而且刚刚小姐姐说有点微微的泛红 说实话我根本就没看出来 你可以近距离地看 是有的 所以现在是换了一个薄片 换的是针对它的毛孔的 这一块我给你离开不留 怎么样完全不同吧 真的不同 而且打完之后会觉得会更亮一些 特别是到一周左右的时间 因为我做过很多光电项目 既有一个对比嘛 它是真的不同 就整个过程就有点像冰点拓 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但它本来能量就是会让你觉得有一点温热 所以它是又有一点冰又有一点温热这种感觉 但是完全没有刺痛感 甚至舒服的要睡着了 对 要不是旁边有人在跟我说话 可能真的就睡着了吧 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打扰你了 好的 感谢你 那我们十天之后见 阿娜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做那个CC光之后这个皮肤的状况 我在做的时候 我最主要的诉求是想改善毛孔跟红血丝的问题 然后所以只做两个模式 应该它考虑到当时我的皮肤是 本身我的皮肤就是比较薄 然后是红血丝就是比较 当代来说比较严重比较多 也不可能说一次打得太重 然后能量打得太高 这样其实也是不太好的 然后如果你问我就是 我体验一次之后 还会不会再次想去尝试这个项目 我觉得我是会的 因为我觉得它的舒适感 体验感都是非常好的 是不错的 我觉得是适合一个 作为长期维养的一个项目 随着两位体验官的体验结束 本次探场也圆满结束啦 之后还会不定期 给大家带来更多项目实测 大家还想看什么 你们去告诉我吧